来 这样哈 这一场将是我们最难的一次相亲 对呀 为啥 对方都不合适 但是有的时候 那框框是自个儿定的 你都不知道你想找啥样 知道吧 也许突然有一天恍然大悟 哎呀 我自己设那框的那个人 根本就不适合我 咱今天就聊着看好不好 来打分数 原来是天定的 对 对 对呀 我今天老天爷说 你太累了也该歇心了 是不是 找一个平平淡淡的 稳稳当当的男士 让你好好过日子呢 是不是 你不要做饭 对 风风风风 洗洗涮涮涮哄孩子做饭 哎 享受田径的生活 我跟你说 是真的 文文刚才是就怕你生气 你知道我没敢说 你自己替自己说了 对 你就是择有标准 是有问题的 嗯 你太累了 对 男嘉宾 打分开始 96分 女嘉宾 打分数 90分 你啊 哎呦 流行了呗 是不是 在动手和动嘴之间 你选择了 动嘴伤害他一下 只有这份 接着请二位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咱看聊上啥样 有请二位 来 当兵的人愿意羡慕我 愿意羡慕我 愿意羡慕我 居住绿花 那旁边居人的这个心胸都比较宽阔 半世气得咔嚓 家在哪个小区说 原来在和平 现在在铁锡 铁锡哦 对铁锡百分多远 离得不太远 现在和谁在一起生活 自己就跟房子在一块生活 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 房子多大 房子六十多吧 两个房 退休开多钱 和退休五千多 已经够吃够用了 就像你这省吃俭用 连个衣服都说不定买 五千块钱得攒四千五 我的天啊 这算了哈 来吧 那咱接下来托短面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与爱人是自由恋爱 两个人一起长大 属于青梅竹马 长大以后 我们就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二十六岁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爱人的性格很好 有担当 从不和我计较 对我也是爱护有加 爱人在工作上很优秀 是单位的领导 婚后我们的生活很幸福 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 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就是祸从天降 我爱人忽然得了心碎 药费花了四百多万 还没有挽留她的生命 结果还是撒手人寰 离我而去 丈夫走后 我一度悲伤欲绝 因为我们的感情 实在是太好了 后来在孩子的陪伴下 我走了出来 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我不想让孩子再为我担心 我也不想组活在 过去的回忆里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要找的另一半是 要求身高必须一米七五以上 最好是做生意的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这个哪条人没爱上 一米七五以上 太高了 您丈夫是多高 一米八二 一米八二 就是在你心目当中 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和他比较 才能作为你的择偶标准 对 为啥这么有这样一个执念呢 因为我自己行 你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你 对 就是您单身多久了 外人去世五年了 五年 您一直这个择偶标准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一个男人如果身高不够高 或者是各方面外在 没有你老公好 也不代表他不优秀 阿姨 我找的老伴都相据都给我介绍的几个老伴 都是一米八以上 这算是硬性要求吗 低于一米七五的 别让我看 我就不能看 不能看 长得碎 家庭条件得好 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 家里条件好 长得还得碎 还得一米七五以上 这点二都是小伙吧 我就这条件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择偶标准有多少是为了面子 就是我之前我老公这样的 我再找一老公领出去 让那个两大客车的人都看看 我再找的对象 比之前那个也不差 因为我呸 你是想这样吗 是啊 那你是寻找自己的幸福呢 还是图面给别人找对象呢 那我就这样求 搞不着拉倒我就不搞 改变不离啊 还想改变 还得一年呢 你肯定没受过单身的苦 这五年过来 让你最痛苦的阶段 或感受是啥样的 五年我就觉得失去老公挺痛苦的 其实我没有痛苦的事 每天我在就是 做点生意啊 开车玩啊 旅游啊 我有司机女司机 嗯 陪你也会玩啊 就是也是忙忙碌碌 生活非常的充实 对啊 你从未感觉到孤单 只是思念你的老公而已 对 就是有的时候待着没事而已 太想我老公了 啊 然后就上公屋去哭一场 然后回来就拉倒了 那您觉得您现在适合 再找另一半吗 其实吧 我这说 你让我说心里话 我就说 对 我总 别人都让我看爱的选择 然后就给我报名了 嗯 然后我就 哎呦 行抱抱 我看看 上哪儿去看看 认诺 嗯 抱着这种心情 我就来了 爱的选择 嗯 哎 我就不是说 就倒着嘎 就飞去找个老伴 嗯 不是那个意思 就先尝试一下 就尝试一下 看看 看看 嗯